好,各位同學 我們來開始上 機器學習集演出版的第四課 好,今天是一個全新的Session開始啦 這個,前面的標題是 人工智慧基礎 好,從今天開始我們要上數學課了 大家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好,那,誒,怎麼 有聽到數學課有聽到太好了 這,蠻少見的這個歡呼啦 我第一次聽到有這樣的歡呼 我覺得很有前途 等一下我們就 等一下我們會問一些數學問題 看是不是真的這麼適合數學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教一個 大家高中的時候 一定都學過了 線型回歸 不過我確定一下 因為課剛改來改去啦 線型回歸是高1上的嗎? 線型回歸是高幾上的 蛤? 線型回歸是什麼? 就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類似這樣 現在是幾年級上的 沒有印象沒有關係 我現在只想確定一件事情 現在的課剛 線型回歸是用微分解出來的 還是用配方法解出來的 是用配方法太好了 那我今天就要用微分來解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要怎麼做 好,就是我們 我是打算這樣子啦 就是我為什麼會挑線型回歸 我在念書的時候就已經教線型回歸 我在念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教了 那... 所以我從這個開始 大家會比較有帶入感 好,那首先啦 一樣 讀檔這件事情我就不特別教了啦 好不好 讀檔就很簡單嘛 對不對 讀完檔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做什麼 來,這邊有X,這邊有Y X是年齡 Y是Rate 那這一串函數的意思是 我用X預測Y 我用X預測Y 我們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結果 我們得到了一個這個方程式 好 我現在已經知道X是Edge喔 Y是Rate喔 我現在先問大家第一個問題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 這個方程式要怎麼解讀 這樣的一整串怎麼解讀 有沒有人要講話呢 來,先這樣 A是多少 B是78.9對不對 好,很好 再加一分 他就是 等一下自己在群組裡面報 好不好 自己在群組裡面報 好,所以 但是我們如果再講解詳細一點就是 這個 心跳 等於 年齡乘上 0.120 加上 78.93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 我現在想要建立 X跟Y的關係 那我們 在R元裡面 你透過LM這個函數 LM是Linear Model的意思 然後 透過這樣的一個指令 你很快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直接跑出來 這樣大家不會有任何感情 我們現在要再講一下 裡面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指令可以這樣打 也可以這樣打 這個 有很多種打法 就是你也可以先說 我的Data是哪一份 然後我直接打變書名稱 也可以先把Rate跟Edge把它篩選出來之後 這樣這是一個Subdata 對不對 然後接著用 我要預測Rate 然後用點 點的意思是 裡面所有的變數我都要用 除了他自己本身以外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看這三 這三 我們求解出來的解法是一模一樣 這個是程式員指令的部分 指令我們不用特別學 就是 反正你不會的時候 你就試一試 你大概八成是試得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就是 這是我們剛剛的 我們剛剛問同學的問題 我們再講一次簡單 我們現在開始要 我們不要再叫他Y等AX加B了 好,為什麼不要是有原因的 因為 等一下,至少今天 等一下我們就有X2 就有X1X2了 那如果你是AX加B 這樣就不方便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後 在以後我們遇到這種方程式 我們等號的右手邊 等號的右手邊 就是Input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一律改成 Beta0 Beta0代表的是結局 加上Beta1X1 加上Beta2X2 依此擴展 至少到第九節課以前 就是我們現在第四節課 在第九節課以前 等號的右半部 都是保持這個形式 那當然到第十課以後 等號的右半部 就會有其他形式 好,那 我現在已經跟大家劇透了 等號的右半部 在之後的 第四節到第九節課 都是保持這樣的形式 所以 會有變化就是左邊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吧 好,那 怎麼樣變化左邊 我們之後再說 好不好 那 剛剛我們跑出來的結果 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計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寫成方程式寫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把你的年齡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你的 這個 心跳的預測次數 這個我想 大家應該不會覺得非常陌生 這個應該 都很可以接受 問題只是怎麼算出來 我不是非常確定 就是到底還有多少人 這個 有多少人這個 記得這個 新回歸 要怎麼求解 你們 我們 自認 我們就不要講這個 我們這個沒有加分啦 我們只是做一個調查 好不好 自認為自己還記得 線性回歸怎麼求解 欸 怎麼計算的 不要講證明怎麼求解喔 公式記得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大概我看一下 一個人都 一個人都不敢 這麼 這樣等一下我們後面 那沒關係我們後面 就從頭開始 我們假設大家都不會啦 好不好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R元裡面 你的指令只要打成這個樣子 rate 這個小小鼠 age 加pr 等於data 我們得到的model 它是不是就有三個 就是三個係數 所以如果我們得到這個結果的話 y rate 是不是等於 99.08 加上 0.12xage 減掉 0.13xpr 好,這是一個 這也是線性回歸喔 這也是線性回歸喔 我跟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應該有注意的到 這一個線性回歸 跟這一個線性回歸 他們兩個最後求解出來的係數 係數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他們原始的樣子 我們先看看原始的樣子 原始的樣子長這樣對不對 原始的樣子長這樣 原始的樣子長這樣 原始的樣子是不是很像 你可以接受 原始的樣子他們只差一個 beta2 x2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幾個比較重要的觀念 好,首先第一個是 呃 這個東西 在 beta0 還不知道 跟beta1 還不知道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東西叫 function set 如果是 呃 我真的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 那我們就估計 叫函數集吧 有函數的一個集群 這樣子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叫 function 數字確定了以後叫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set 跟這個 function set 比起來 呃 它大於它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齁 那 至於數字跑出來 你會發現 這兩個數字 跟前面的數字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是 很合理的 因為 在這個 這個 function set 裡面最佳的 function 是這個 在這個 function set 裡面最佳的 function 是這個 所以 function set 有高階跟低階之分 但 function 沒有喔 嗯 這樣可以嗎 function set 這個 function set 比這個 function set 來得更大 因為 這個 function set 是它的一個特例 就是beta2等於0的特例 對不對 但是 呃 function是沒有 高低之分的喔 Function的高低之分只有準確度 啊等一下 準確度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算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呃就是 我們用lm一定是可以找出一條線的 但是一定需要這條線嗎 那 呃我們來看一下 它找出來的線是這條 對不對 好那你覺得它準嗎 你應該會覺得它看起來不太準 對不對 好它看起來不太準 呃這個是 這個是資料的問題 也許Edge跟Rate就沒有關係 這個是跟數學式沒有關係喔 這個跟數學沒有關係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 那你現在覺得這條線不夠準 你有沒有可能找出一條比它更準的線 你多半是找不到的 因為你發現 它就不像是可以預測的很準的分布 對不對 有沒有 如果一個可以預測的很準的分布 它應該幾乎點格在線上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今天要教學的重點 不在於 要讓大家找出 如何預測Rate 可以最準 我們今天教學的重點是 這整套數學的方法 這整套數學的方法 可以應用在任何 你希望 要用X X去預測Y 的任意情境 至於X跟Y 是不是可以被預測 Y是不是可以被X預測 這個不一定喔 就是 就好像 你現在學會這套數學方法以後 你一定想說 那我要用 股票市場 過去幾天的指數 來預測 明天股票會漲還是會跌 你一定會有興趣啦 對不對 實際上 你去做 你學了很多數學以後 你會發現 怎麼做得不太好 預測的準確度 好像 不是那麼的理想 對不對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數學工具不好 也不是說股票不好 是 股票明天是否會漲跌 跟前面的 你輸入的參數一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 這個 我們現在要來 介紹 線性回歸的計算原理了 好 那在我們介紹原理的時候 我想要先就是 就是我想要 先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 我們怎麼樣覺得 這個 預測的不準 我們覺得預測的不準 我們一定就是看看實際值 實際值是Y對不對 實際值是Y 那預測的值是YH 現在這兩個都是不特定的數字喔 但是 這兩個的相減 這兩個相減 我們應該就會覺得這叫誤差 這樣可以吧 那誤差在線性回歸裡面 注意只有線性回歸裡面的誤差 叫這個名字喔 它有個特殊的稱呼 叫做 residual residual就是殘差 好那 residual這個東西 residual這個東西 呃 它 我們把它代表成這個符號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希望 殘差 殘差它一定是有正有負嘛 對不對 殘差平方核 最小化 這個 呃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也給他加分好不好 但是這個我不知道答案 請問一下 高中老師在教你 線性回歸要使用 殘差平方核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講的 就應該是殘差平方核 欸請講 高中老師怎麼說絕對值不好用 絕對值怎麼會不好計算 絕對值怎麼會不好計算 就平方之後再開根號啊 用配方法不好計算 用配方法不好計算 我想是這個樣子 啊所以 所以高中老師的講法是說 這個 沒關係就加個一分好不好 這個是我真的 從來都不知道高中老師這麼說的 所以高中老師的說法真的是 喔 因為絕對值我們算不出來 所以說 我們要 我們要換屏吧 你要想想看嗎 好 那個 我先跟大家劇透 你們兩個都各加一分好不好 自己在上面報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為什麼要用殘方這件事情 我們下一節課會講 而且我會跟你們講 就是 你們可能下一節課是一個 我會覺得下一節課是一個 就是 很具開闊視野的課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當我第一次上到 就是我下一節課要教給大家內容的時候 我會發現 原來 原來 我舉例來說 你今天 這個 今天全班有 這個 100個人 然後 我發現 其中有這個 30個人 這個 有 是女生 你會覺得女生的比例就是30%嗎 對不對 我 我發現原來這個30%也是有學問的 絕對不是100除以30就可以算出來的 雖然最後結果是100除以30 欸 30分 就是1百分之30 但是實際上是有一個計算 是有一個嚴謹的計算過程 好 那我下一節課的時候才會講的部分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在這裡 我們先假設 呃 就是 我們先假設 就是 真的就是要用平方 而絕對值 呃 為什麼不是用絕對值 不是因為絕對值解不出來了 是因為 是因為平方 這樣 寫成這樣子 是 呃 一系列推導出來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下一節課會教 為什麼要剪線這樣 好呢 可是 大家應該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的數學能力夠好 你這裡要寫 絕對值 沒有什麼不行嗎 對不對 你這裡要寫四次方可不可以 可能也可以對不對 你這裡要寫四次方 那可不可以寫三次方 為什麼不可以 來請講 來 正副位底下 欸非常好 來加個一分 好不好 欸怎麼了 你的高中老師 可能 就是 你的高中老師可能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平方 沒有關係 我們就不要為難他了 好不好 不然我下一節課講完之後 你想想看我講的話 是不是更有道理一點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呃 我們現在就認為就是平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這個東西我們把它叫Lost 這個是我們優化的目標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希望找出一組 β0跟β1 直上 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當然你把式子展開 你把式子全部展開 你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這是我們優化的目標 對不對 這是我把式子全部展開的結果 我從上面到下面這個式子應該沒有人會覺得有困難吧 我相信在這裡能夠坐在這裡上課的各位 都不會覺得我要優化這個目標有什麼困難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我要找出一組 β0跟β1 讓 注意 x跟y是以支數 x跟y 是以支數 因為我有樣本 對不對 x跟y是以支數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我希望找到一組 β0跟β1 讓 這整個東西 最小化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的目標 對不對 好的 目標寫在這裡 我要讓它最小化 好 既然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 x跟y是以支數 因為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那我是要求 β0跟β1的最小 就是 求這整個函數 在 β0跟β1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整個 函數的output會最小 這是不是經典的 求極值的一個問題 它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其實是經典的求極值問題 對不對 我先問大家一下 大家會覺得 這個函數 x等於多少的時候會有極值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應該不會 你們應該都會覺得這個 太簡單了 對不對 因為你們在 高3的時候 一定都學過微分 對不對 在這邊 我現在看到大家 應該都學會微分了 我沒有要教大 沒有積分喔 就是微分 好 而且 這個 這個 微分 我現在要問大家一件事 微分的整個過程 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就是 我對這個式子 進行 微分 我得到的這個函數 來給大家加一分的機會 來給大家加一分的機會 這個函數叫什麼名字 有個名字喔 叫什麼函數 來先講 非常好 加一分 好 倒函數等於2x加2 對不對 再給大家一個加一分的機會 倒函數的定義是什麼 來 來 你們兩個都 你先到右邊的講 好不好 來右邊的講 來 右邊就是你啦 切線的什麼 切線的什麼 切線斜率函數 好 你們兩個都各加一分 好不好 我們假設後面 我們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同時舉手 前面的人答對 我們就假設後面的人是會的 會的好不好 還沒有問題 好 好那 切線斜率函數 好那我們可不可以 再講更清楚一點 最後再給大家一個 加一分的機會 就是 這個 為什麼切線斜率函數 等於0的時候 是 有機制 為什麼 來講一下 你們要舉手啦 要舉啊 蛤 舉手不要害怕 至少 舉錯了至少加0.5碼 對不對 來講一下 欸請講 來這裡 這裡真的先 舉了很久了啦 這樣 開始講話之後再舉手沒有用啦 蛤 蛤 我相信你知道啦 好不好 當然這樣子舉手舉快一點嘛 好不好 好啦 很好啦 那你就再加一分 好 欸我現在跟大家講這些 我們好像覺得我分數都在亂加 分數都在亂加 代表的是這些 理解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不清楚 剛剛這些事情 剛剛這些事情 當然是簡單的事情 高通都交過了對不對 可是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就是 我們等一下 要我們 我們到 今天下一節 再下下節課 我們下下節課 要利用這個特性 用一種新的方法來求自己 就是 所以說 這些事情你要記住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為什麼對一個函數 求微分 可以得到它的極值 因為 微分的之後的函數叫倒函數 倒函數的定義是 切線斜率函數 切線斜率函數 等於0的時候 代表的是 這個函數已經不會再 持續變化了 所以 它的極值就在切線斜率等於0的地方 好這樣可以吧 現在這些定義 我這些定義你們應該就是 以前就已經學過了 應該是 任何一個人以前都已經學過了 只是 沒有把這個定義 想得那麼清楚而已 下下節課 我會利用這個定義 用這種全新的方法來解 同樣的方程式 好 那我現在 剛剛那個 微分比較簡單 那 我真的是再確定一下 因為 因為我離高中真的很久了 而且 每一年我問學生 我會發現這個 就是課綱改來改去 就是 所以說 呃 你們有交過 篇尾芬嗎 有聽過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有人有 為什麼有人有 建宗了 建宗了 有交這個 熊中會沒有交是不是 沒有 還是怎麼回事 沒有 熊高班有交 熊高班有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在故意 講同學壞話 哈哈 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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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這個 好 我們來講一下 片尾芬啦 片尾芬跟尾芬沒有差很多 好不好 片尾芬不是 只我一個啦 是 反正現在 你就有兩個變數 你現在的 函數 你現在整個函數 就是有兩個以上的元素 那 你現在 呃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要 寫這樣的一個 極指的話 一個方法 是用配方法 這個配方法 配方法 我不教了好不好 配方法是國中教的東西吧 是不是 這樣 這樣一個式子 配方成這個樣子 最後讓我知道 A等於0.5 B等於1的時候 有極指 這個事情 我 有沒有人在這裡 應該沒有人敢舉手啦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為難大家了 等一下 這個 呃 不然懂得舉手好了 懂得舉手 懂得舉手 快點 好 那我們就好好教一下吧 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懂得舉手 懂得舉手啊 快點 懂得舉手 這個 這一個式子 變成這個樣子 我懂我懂 你懂 哇全班只有一個人懂啊 我高人 哈哈 又是重考班有教 又是重考班有教 成立有講 成立是什麼 什麼 台北的嗎 台北的嗎 台北的 哎呀這個 好 好 好 沒關係 好啦 那我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式子怎麼拉下來好了 就是 首先你要先把 A跟A有關的整理在一起 對不對 那4A平方 減4A 那我們先不管這個 1怎麼出來的啦 但是 這個 等於這個 大家可以接受吧 可以 這裡回去是容易的嘛 那 這個也等於這個 這個大家也可以接受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我已經確定了這兩個part 後面那個部分就要加3 因為要滿足原式嘛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好 那 這樣子變成平方 這樣也變成平方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很容易的發現 如果今天你想 這個平方裡面的東西 只要不是0 那 必然 這個part就會是一個正數嘛 對不對 這個part也必然會是一個正數嘛 它最小就是0 所以 當 這個等於0 和這個等於0的時候 整個4就有極值 這就是配方法的基本原理 哇 你真的 真的有人發出喔的聲音喔 那這真的是 幸好我有在講一下好不好 好那 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我們要微分 我們要微分 來求這個方程式的極值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咧 我們先把 我們先講標準定義 標準做法是 你對這個式子 求A的偏微分 求A的偏微分 那A的偏微分就是 除了A以外的變數 包括B喔 我們都當它是乙之數 所以這一大串變成了結局 結局需不需要被微 結局微分就是0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用管它 所以我們只要微分 4A平方-4A的部分 得到的是8A-4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這邊都沒有問題 那 我們對B的部分求微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只要看這個部分 得到2A-B-2 這個沒有問題吧 所以我們得到的答案還是0.5跟1 我現在想要問 一個問題 這個似乎只有重考班跟碩士班的學生 有辦法回答 因為偏微分只有重考班跟碩士班有教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叫偏 為什麼要叫偏微分 你 你 你們是同個重考班的 你們要共享同個答案嗎 共享同一個答案 好 你加0.5 因為你答錯了 來 不是 不是只為一個部分 所以要偏微分 那你講 就我對補習班的了解 我覺得這一題真的為難重考班 因為他不可能跟你們講 他會告訴你們怎麼解 但是他不可能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叫偏微分 講了也不見得會 而且考試 十八九是不會考的 辱靈沒有教 有沒有碩士班的學長 因為大學上過微分 微積分 要講偏微分為什麼要叫偏的 好 沒有人要講 那我 你這樣跟你旁邊的有什麼不一樣 你是重考的嗎 對 你這次重考的 沒有啦 數十八要重考喔 好啦好啦 我們 我現在回頭 我先把大家怎麼解這件事情洗掉 我再問大家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導函數 微分之後得到的是導函數嗎 對不對 導函數的定義是什麼 切線斜率 你的函數 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 變成三維的 因為你AB AB 預測出來的這個東西 你現在再把大家的定義講一次 導函數的定義是 切線斜率的函數 對不對 那你今天有一個 你今天有一個二維的 二維就是你用X跟預測Y 你用X跟預測Y 你會看到一個方程式對不對 對 那個方程式有切線 我們可以接受 可以 那我現在問大家 你現在變成三維 因為你現在有三個變數 AB跟Y 你現在會覺得切線要變切面 我們可以理解 那請問一下這個函數是什麼 你現在講出來給我看 這叫切面嗎 這叫切面 你現在看著它 你跟我講說它叫切面 它是一條線我知道 來請講 來你講 你現在講切面的髮型 你現在講的其實沒有錯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我現在想要問大家 就是你剛剛講那件事 我覺得很棒 我先給你加一分好不好 可是我希望你再多講一點 就是你再多思考一點 而且你剛剛講那些話 同學可能聽不懂 好 就是我先問你 我先確定你可以思考到什麼程度 我再來跟同學講 到底為什麼它在篇尾分好不好 好 你剛剛講到重點了 就是 就是髮像量這些東西對不對 好 髮像的定義是什麼 垂直哪一個 所以這兩個互相垂直嗎 欸欸欸 這兩個是互相垂直 沒有錯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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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扣回來啦 這個真的比較難好不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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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顯然不是面吧 這個我們同意它不是面吧 好 所以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了 如果它剛好就在XX跟Y的 X跟Z 我們現在XYZ了好不好 如果它剛好在X跟Z的前面 跟這個切平面 跟這個切平面 跟這個 就是它在Y跟Z的切平面的時候 這是一個特例嘛對不對 好 所以 呃我想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他剛剛引導 我剛剛引導大家想到這部分的時候 其實沒有錯 他講都對 就是 這其實是A跟你的Y 我們就叫那個Output叫Y好不好 A跟Y的一個 就是一個面而已 我們把一整個函數 它本來是一個3D的函數 我們只看 A跟 A跟這個Y的一個切 切面 只看那個面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把函數 變成一條線 這個時候 它才是那個切線斜率 這樣 我不確定大家聽得懂我多少 那我再講另外一種講法好了 我們應該可以同意這件事情 就是在這一個函數裡面 B 它可以 雖然我沒有寫B 可是我也可以把B寫上去 但是B一定要等於0 這樣可以嗎 對 所以 這個函數是 當B等於0的時候 當B等於0的時候 A跟Y的切線斜率函數 你們同意我講這句話嗎 聽不懂 這個東西 如果 我可不可以把這邊加一個B 然後這邊加一個A 可以嗎 這兩個式子要完全等於原來的式子的時候 就是當這個式子 當B等於0的時候 這個式子 當A等於0的時候 這兩個式子 就會跟原來的式子完全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試的這麼理解 這個式子 是一個 當B等於0的一個特殊的狀況 這個式子 當A等於0的時候 的一個特殊的狀況 這樣可以嗎 當B等於0的時候 的特殊狀況 你的那個 三維空間 是不是因為當B等於0 的特殊狀況 它是不是變二維了 可以想像得出來嗎 好 所以 既然它變二維了 本來你們說的那個什麼 切線斜率 那些特性 全部都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式子 它是在當 B等於0的特殊條件 是不是三維又變二維了 因為是讓A跟Y兩個變數了 的切線斜率函數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個 事情 切面斜率沒有這種 你想想看你有360度 對不對 沒有認 你360度的斜率 在很多函數之下 360度的斜率都不一樣 對不對 除非它 除非它剛好是一個 呃 一個 你有沒有想要發 它剛好是一個碗 對不對 它從每個地方斜率都是一樣 它那個 只要 它那個 只要但凡扁一點 它的那個切線斜率 在3 切面斜率在360度 都不一樣 所以 偏微分 為什麼要叫偏微分 為什麼兩個以上的變數 世界就會變得不一樣 主要的原因在於 我們求出來的切線斜率 本來是通解 在只有X跟Y的時候 切線斜率函數 真的就是只有一條切線 對不對 但 我們變成偏微分 是我們要暗示大家 現在我們求出來的解 都是特例 都是 當 你把所有軸的 你把所有其他軸 都去掉的時候的特例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我希望 我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是跟大家講這件事的時候 大家要把偏微分 為什麼要前面加個偏這個字 把它記住 偏跟特例 偏跟特例 偏跟特例有什麼問題 偏跟特例 偏跟特例 對 應該說偏這件事情是 因為 當初在做這件事情的人 知道這是 我們這樣求 我們這樣求出來的結果 是一個特例 所以他把它前面加一個偏 偏的partial 他只有部分微分 這樣子 那 他的 他的這個 求出來的式子 是 他求出來的式子是特例 不是 不是通例 前面那個只有兩個變數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強調它是一個特例 因為它就是事實 這樣可以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件事啊 我希望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你不用那麼快接受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怎麼算就好 可是在下下節課 我們要用 我們要用新的方法來解方程式的時候 這個特例會對我們有一點點影響 我們可能還是只能夠用它去做 但是 它會有一些 這個 兩個變數以上 所造成的結果 會讓結果有一點點 就是 有一點點 就是 本來你在二維上成立的事情 在三維不一定會成立 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先記住這件事啦 但是你只要知道 偏維 你要求 兩個 以上 位置數的 這個 函數的極值 你就是用偏維分 那計算方式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就是會計算就好 我們就是會計算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一下 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有幾個位置數 兩個吧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要求 β0的 偏維分 我要求β0的偏導函數 可以接受嗎 跟求β1的偏導函數 這兩個偏導函數都等於0的時候 就是函數的極值所在 這樣可以接受嗎 雖然我剛剛跟你們講了一堆偏維分的缺點 但現在我們還是用它這樣繼續解囉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沒有更好的數學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它來解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解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不好解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方程式你乍看之下要求偏分 你會覺得很嗎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 Sigma是可以忽略的部分 大家可以同意嗎 可以嗎 為什麼 來 說可以的講一下 為什麼Sigma 可以被直接忽略 那你不能加分啊 你現在反問老師 這個方法是無效的回答 好 因為維分具有可加性 不同部分的維分 不同 就是一個方程式裡面的不同部分 只要它是用加的 用成的不行 只要它是用加的 我可以分開為 再把它加回來 來 你們再回頭看你們前面怎麼做 你們是不是先圍了它 再圍它 再把它加起來 對 對 圍分具有可加性 所以Sigma可以直接去掉 也就是說 我等一下圍分的時候 那個Sigma就一直放在那裡就好 反正 我圍每個部分 我圍每個部分 他們不互相影響 這樣可以接受嗎 圍分具有可加性 這件事很重要 好 了解齁 好 所以以後你們如果遇到累成 你們要做什麼事 來 有沒有要講加一分 我說如果你們遇到的函數是累成啊 欸沒有人想得到 那我直接公布一下 你們就先把它取LOG啊 先把它取LOG 是不是就變成累加 累加函數了 可以嗎 就是你要求微分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累成 你就要先取LOG 好 那我們現在得到這一個 我們這一個函數 它其實是一個組合函數嘛 對不對 除了這個以外 它最討厭的地方 是外面有個平方 對不對 就是 你的β0跟β1 其實藏得非常裡面 外面有個平方 這裡又有 這裡又有 這個 歪剪掉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取LOG 你不要亂喊 啊 LOG的微分 你們不覺得LOG的微分很難嗎 LOG的微分有點複雜啊 對不對 LOG的微分要換底啊 不好做 好這個 這個 這個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們 就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一個組合函數就好了 還記不記得這個式子 是全展開的式子嗎 對不對 它最開始是長這樣 它最開始不是長這樣 對不對 它最開始是長這樣啊 它最開始是長這樣 對不對 沒錯 那後來是長這樣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式子 其實是一個全展開式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組合函數 我們要求組合函數的微分 我們需要用到連鎖率 如果今天有個 H等於 G再變成F 這樣子的一個微分 它需要用到連鎖率 等於 我們先對 F 求G 的微分 再乘上 G 求X 微分 這一個部分 我應該蠻確定高中是沒有教的啦 還是存考班有教 啊真的有教 現在高中又有教了 那研究生要跟不上啦 高中有教是教你們 是 我確定一件事喔 高中又教正名還是教 就是這樣算 有到正名 好不過我先跟大家講 時間有限 我今天不可能在這邊證明給大家看 好不好 因為 我現在光 讓大家帶著式子繼續往下 大家都看 現在還 課程才三分之一啊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不會教大家如何證明 大家 我先教大家計算喔 就是 因為我等一下是要教計算 大家先記住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有一個組合函數 你要微分 你要先對這個組合函數 對它圍這個東西 數域這個東西喔 等一下我們會帶大家實操一次 就在下面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解這個式子的連鎖率 這個式子的連鎖率 我是不是可以看成這個式子 可以看成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y heart 這樣可以嗎 我先對這個東西叫y heart 這樣可以吧 我是不是可以看成 看著喔 我是不是可以看成 y-y heart的平方 這是一個 函數 這是一個外面的函數 y heart 是一個自己裡面的函數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式子 我要求 β0的微分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連鎖率 把它拆成這個樣子 注意 Sigma跟N分之一 都是直接被提到最外面的東西喔 N分之一是個常數 它可以直接不理 對不對 Sigma 我剛才講過 它可以丟到最前面 所以對這個式子 你要求 β0的微分 你可以先看成 我對y-y heart的平方 求y heart的微分 可以嗎 在這裡 求y heart的微分 乘上 y heart 這個g of x y heart 這樣可以嗎 乘上我對y heart 求β0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這個式子 我寫出來 就是在操作連鎖率 大家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可以喔 那我們繼續往下囉 那 對這個式子 求y heart的微分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直接跳到下面 真的可以接受嗎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我們把它 再拆成兩個部分 我們把它再拆兩個部分 我們把這個東西 y-y heart 叫大A 好不好 我們把它叫大A 我們相當於對 大A 我們相當於求 大A平方 對大A微分 在乘上 對大A求y heart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所以 對大A的平方 求大A的平分 的微分 它是不是就是 兩倍的大A 可以接受嗎 兩倍的大A乘上什麼 乘上 對大A求y heart的微分 對不對 大A是y-y heart 對不對 這個是常數對不對 所以 對大A求y heart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 -1 所以 前面那個part 求出來的微分 結果是2 兩倍的大A 對不對 然後 後面那個part是-1 所以 移下來應該是 -2倍的大A 對不對 -2倍的大A 兩倍我們往前移 變成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部分 因為是-A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大A裡面兩個元素 方向交換 這樣是不是就是 負大A 好所以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透過我的講解 大家應該覺得 可以接受了吧 好 後面那個部分 就簡單多啦 展開嘛 展開 Beta0加Beta1 X1 XI 現在 求Beta1的微分 答案是多少 1 1可以接受嗎 1嘛 所以這一整串是1 1 所以這一整串乘1 就等於這一整串嘛 對不對 所以 對Beta0 求這個 函數的微分 等於這個式子 大家可以接受嗎 這個式子是什麼 這個式子是Beta0的偏導函數 偏導函數的意思是什麼 當 Beta1 等於0的時候 Beta0 跟 Y的 切線斜率函數 好 這 這裡可以接受 接受 我們 求Beta1的微分 就相對之下 沒有那麼難 因為Beta1 也藏在YHOT裡面 對不對 所以 前面所有的過程 到這一步為止 都是一樣的喔 那 只是變成 Beta1後面 帶了一個X這個係數對不對 所以 Beta1的微分 就等於這個式子 在X要乘在裡面喔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得到了 Beta0跟Beta1 分別的偏導函數 這個計算過程 大家應該 可以接受吧 在連鎖率 連鎖率 你會操作的狀況之下 你應該可以同意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一直往下帶而已啦 可以齁 好 那 我要求 這個等於0 和這個等於0 的時候 Beta0 那個就是 各式等於多少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兩個式子 都等於0的時候 這就是 我要的答案 這樣可以試試嗎 我要解這兩個式子的 連立方程式 可以嗎 我要解這兩個式子的連立方程式 好 可是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要求解的東西是什麼 我想要求的是 Beta0等於多少 和Beta1等於多少 這兩個式子會是0 對不對 Beta0跟Beta1 藏在YHART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Beta0跟Beta1 藏在YHART裡面喔 只是 我先寫成這個樣子 等一下我要做 重整的時候 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 我要求的是 這兩個的連立方程式 好 看著我怎麼做喔 首先 2分之2 我是不是可以先直接捨去 2分之2沒有任何意義 對不對 直接捨去就好啦 因為 等量公理可以直接捨去 好 接著 來接著 我們把 你把這樣的一個 2分之2捨去了以後 你先把 你先YHART-Y 再SIGMA 和你先SIGMA-YHART 再SIGMA-YI 然後 兩個相減 這兩個結果 是不是 這個式子 推到 這個式子 大家都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我只是把SIGMA往裡面丟而已 這個本來就是加減 對不對 先SIGMA和後SIGMA不是一樣嗎 可以喔 好 所以這個式子我們獲得囉 接著我們再看這個式子 來這個式子可不可以獲得 可以 X往前 X往裡面丟嘛 X往裡面丟 這樣可以嗎 X往裡面丟 是不是又只剩下加減了 SIGMA就可以往裡面丟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 所以這兩個式子 是我們最終得到的式子 我要求這兩個式子的連立方程式 好 接著 把東西展開 來 YHOT我可以展開了 YHOT等於BETA0加上BETA1X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展開了以後 我要求的是這兩個式子的連立方程式 這個我現在叫你解 不好解 讓我們一步一步展開好不好 這個沒有要考大家 我希望大家要跟得上 我希望大家跟上的目標是 我希望大家理解這些式子的公司 最後是怎麼得到的 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求 欸不過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我今天和明天 會教大家求連立方程式 今天跟下一節課 會教大家求連立方程式 求幾隻 下下節課開始我會教大家一個新的方法 不用求連立方程式 還是要求微分 但是不用求連立方程式 所以 連立方程式的求解技術 你如果覺得不太行 沒有關係 可是微分的求解技術 你不能忘記 微分的求解技術 會貫穿我們一整學期的課 甚至到下一學期的課 如果你想要修下一學期的課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連立方 那我們就求連立方程式 來 我們把這個式子 整理成這個式子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太簡單了 再把這個加號 把Sigma 放進去裡面拆開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吧 是 好 這個式子也太簡單 一樣嘛 把那個加號 把那個加號拆開嘛 所以這樣的一組式子 變成這樣的一組式子 其實我充其量 只是把它 拆開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Sigma I 這邊沒有I啊 對不對 所以這邊變成N N乘以β0 這樣可以接受嗎 N乘以β0 這個式子 把B1 往前 拉出來 這個可以接受吧 因為B1 是個常數嘛 B1是個常數 所以我把它往前拉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這個留著 來這裡一樣喔 這裡 我沒有辦法變成N倍的β0 所以我把β0 直接往前面拉 這裡 把β1往前面拉 這樣的一個式子 變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大家都可以接受啊 我們現在都是 你為什麼 你想不想得到這樣解 這是一回事啦 至少 我們看著人家解 我們看得出來 意思是什麼 都是符合 我們沒有跳過任何步驟喔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接著你把它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我們想辦法消掉β0 我們怎麼樣消掉β0呢 一定是想辦法 相減之後 把β0搞不見 怎麼樣把β0搞不見 然後我們把上式 乘上 那 那 這個式子是不是 這是不是就變成 N N 就互相消掉了 所以 這個式子拉下來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式子 乘上這個式子 等於 前半部等於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第二個part呢 N分之一留下來 可以接受嗎 然後 接著 這個部分 它變成要乘兩次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後面那個部分呢 N分之一一樣留下來 然後 Y留著 然後它要再乘上這個 這個式子 等於這個式子 它只是兩邊分別乘上這個數字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大家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這個式子 應該也沒有這麼難接受 因為這兩個式子是相等的 這個式子 完全等於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現在你β0 有了共用的部分 你是不是兩式可以相減 兩式可以相減 兩式相減 來我們上減下 可以嗎 上減下 上減下 直接把它 設下 再來 N分之β1 Sigma XI 乘上Sigma XI 在這裡 減掉 β1 這個部分是減的嘛 可以接受嗎 再加上 加上這個部分 來 Sigma XI Sigma 這個 YI乘XI在哪裡啊 我來找一下 在這裡 你減掉 減掉 負這個嘛 加上這個 可以接受嗎 這裡跟這裡 是相對應的喔 好 再減掉這裡 來 這就是直接拉下來嘛 所以這整個式子 要等於0嘛 β1 是多少呢 來 先把跟 β1有關的 丟在一邊 這兩個跟β1有關嘛 把它留在等式的左邊 這兩個跟β1無關嘛 這是常數 把它丟到等式的右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好 然後把β1一起提取出來 變成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喔 好 右邊留著嘛 接著就除過去就好了嘛 所以β1等於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β1等於這樣的一個結果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可以齁 β1 那這些難不難算 大概不會太難算 你就把歪雷加起來 y雷加起來 x雷加起來 x先跟y乘在一起 再雷加起來 x和x乘在一起 再雷加起來 我們大概就是需要這幾個東西 就可以得到β1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那β0怎麼求咧 你現在β1已經是已知數了嘛 對 代入就好了 這個非常容易啊 因為 你β1你是已知數啦 β1已經是已知數了 啊β0 為什麼我沒有幫大家求 在這裡啦 β1已經是已知數了嘛 對不對 那剛剛這個式子 我們就隨便挑一個式子 來代入嘛 我們帶這個式子好不好 帶這個式子看起來最簡單的 這樣可以嗎 帶這個式子 帶這個式子 β1你是已知數啦 就是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嗎 那 那 你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 呃把 這個 這些是已知數嘛 對不對 你把它丟到等號的 這個 你把它丟到右手邊 然後這邊還有個N嘛 所以就N分之這個 所以 你最後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β0這樣可以吧 欸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數是什麼 Y先全部累加起來之後 再除以N分 再乘以N分之1 這是不是就是Y的平均數 可以結束嗎 這個是什麼 X的平均數對不對 好 所以 β0等於 Y的平均數 減掉 β1乘上 X的平均數 這不是線性回歸 是 β0剛好 等於 平均數跟 就是兩者平均數 兩個平均數 跟β1的組合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你現在有一堆X 你有一堆Y 然後我希望你重現出這個結果 如果你懶得下載Data 我希望你這樣子 X等於 1 2 X等於這樣1到5 好 Y等於 你注意看我怎麼打 6 7 9 8 10 然後你LM Y X 你會得到5.3跟0.9 你想辦法 透過 這樣 你想辦法利用這個式子 求出一模一樣的結果 這樣我們才會覺得那個LM這個函數是合理的 對不對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喔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今天 練習的答案 其實 我有沒有重算次 其實結果是差不多的啦 反正我剛剛求解的過程 就是 也非常嚴謹 對不對 我沒有跳過任何步驟 所以說 答案當然會一樣 或者換個講 那個函數就是這樣寫出來 就是那個LM那個函數 雖然我們不知道裡面他做了什麼運算 他實際上就是做了跟我剛剛一樣的運算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要來教 擴展 我們要做矩陣化運算 好那 我們現在 為什麼我們要做矩陣化運算 因為是這個樣子 就是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說 這個我們的現金回歸是可以擴展的 他有時候會 Beta0加Beta1 X1 有時候會 再加上Beta2X2 那有沒有可能會加Beta3X3 有沒有可能會加Beta4X4 都有可能對不對 右半部的 函數的右半部是一個可擴展的狀態 好那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剛剛那整個過程 你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痛苦 就是 你如果覺得非常痛苦的話 那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 最痛苦的部分 你應該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剛剛最痛苦的部分 並不是求我一分的部分 是求連立方程式的部分 你們會有這種感覺 你們應該是覺得 對啊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 求一分的部分很痛苦 你好像有人有不同的見解 沒關係啦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求一分的部分 你覺得痛苦 那 也沒有辦法 因為世界不是圍繞你運轉 我們 這一門課 會一直有求一分的過程 求連立方程式的過程會比較少 但是求一分的過程會 貫穿整個學期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痛苦 那你勢必得想辦法 讓它變得比較不痛苦 這樣子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呃 求連立方案是痛苦的地方 在於 我們要想辦法把那個市值消掉 把一些位置數消掉 對不對 那 所以如果你有三個 你的 你現在變成y等於 β0 加β1 x1 加β2 x2 的時候 你勢必 就要求三個 連立方程式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就會消得更痛苦 如果四個你覺得更痛苦 這個痛苦應該是指數 指數極的痛苦 這個是指數極的痛苦 你應該都可以同意啦 所以我現在要想辦法把這樣的一個式子 變成矩陣 那你會發現 欸 這個 它居然會如此的簡潔啊 所以以後我們盡量都用矩陣來進行運算 好 我們以前 你們以前高中學矩陣的時候 欸 或者 呃 我就當聊天好了啦 但是會加分的聊天 好不好 你們可以告訴我高中老師教你們矩陣的時候說 為什麼要學矩陣啊 有沒有要講一下 來請講 那你覺得方便嗎 你學了矩陣 學了半天 你覺得蠻方便的 你覺得蠻方便的 好 那你在怎樣 寫成 高中老師真的這樣跟你講 對 好 來後面再講一下 我聽不太懂你在講什麼 那高中老師有示範怎麼解 怎麼 怎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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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藍白白西你們 來 你要講什麼 我誤學了 你覺得蠻方便 對 有用矩陣 好 好 好啊 好 後面再講一下 好 好 好 你們 你們五個人講了五個完全不一樣 學矩陣的原因啊 好不好 那你們五個都各加一分啊 好不好 欸不能再講了 我這個上課 課程有限不然就變聊天了 可以嗎 這個時間有限啊 我們不能這樣子一直聊天聊下去 這個 我先講我自己的例子 我在當初在高中的時候 學矩陣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 這東西幹嘛 為什麼要學 對不對 因為你會發現 呃 你會發現他其實這個 你 你實際上要進行矩陣運算的時候 很複雜 對不對 你矩陣的懲罰 你相當於項量內積嘛 你不是要做很多層嗎 然後再很多加碼 對不對 所以 我在高中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矩陣 這堆為什麼要被發明 好 直到 我看到了今天這個東西以後 我就知道為什麼要學矩陣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學矩陣 就是 這是我的答案 為什麼我們要學矩陣的答案 我 這個 這個我的答案跟編回分不一樣 編回分我講的是標準答案 這個只是我個人的感想 就是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當初數學家為什麼要把矩陣發明出來 但是 我至少待我看到這個例子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 難怪要用矩陣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 如何把剛剛的方程式 表達成矩陣的形式 我們首先看一下剛剛的方程式 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但是 你不能用Y-Hot 我們應該要把它換成Y 然後把 殘叉把它放過來 所以 你得到的 你這是你的 一般式對不對 這個一般式 但是I是一個不特定數值對不對 所以 它應該是I等於1的時候 有個這樣的方程式 I等於2的時候 有個這樣的方程式 E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啊 所以 這樣的一個 方程式組 方程式組 我們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個矩陣 的形式 來第一個 這個矩陣Y矩陣等於 所有的 Y 就今天假設有100個樣本 我就有100個Y嘛 對不對 你把 Y想成是爸爸的身高 欸 兒子的身高 Y想X想成是爸爸的身高 你可以把 所有 爸爸的身高 變成一個 方程式組 來變成一個矩陣 它是 我們就叫它 Y矩陣這樣可以接受 好 然後接著 我們再把 X矩陣我們把它定義成這樣喔 第一個 X矩陣的第一個column 都是E喔 都是E喔 然後 第二個column 就是你的 第一個 爸爸的身高 第二個爸爸的身高 E此類推下去 那這個 B1這個矩陣 B1這個矩陣 就是Beta0跟Beta1 所以 X跟B 這兩個矩陣相成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 E X1 乘上 B0 B1 這樣可以接受嗎 1 X2 乘上B0 B 我叫它乘 現在是講內積喔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 這個跟這個內積 這個跟這個內積 這樣可以 這個跟這個內積 那不就是 E乘上Beta0 加上X1 才Beta1嗎 那是不是就是前面這個 E乘上Beta0 加上Beta1 才X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可是 問題是它要等於Y的話 它還需要加上一個 這個 ERROR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前面這個式子 可以整理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大家可以接受嗎 大家可以接受吧 你們應該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它可以整理成這個樣子 好 那 請問一下 LOS 是什麼 LOS 是不是就是E E是我們的LOS 對不對 E是我們的殘差 對不對 E是我們的殘差 沒有錯嗎 我們的 我們的目標是求什麼 殘差平方核的最小 什麼時候 B等於多少的時候 殘差平方核會最小化 殘差平方核 殘差平方核 最小化 殘差平方核 是不是就是殘差 欸它已經是一個 異為 向量了對不對 所以它自己跟自己相乘 自己跟自己相乘 自己跟自己相乘 是不是就是 殘差平方核 我自己跟自己內積啊 是不是把每一個元素 先相乘 每個元素相乘 是不是等於自己的平方 那就全部加起來 是不是就是殘差平方核 所以 1矩正 1矩正 1矩正的 乘法 1矩正的相乘 等於我們的Loss 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優化的目標 如果我們把四子寫成 矩正式以後 我們優化的目標 殘差平方核 就是兩個1矩正的相乘 但是你要先轉字 你要先轉字喔 可以接受嗎 因為 這個我們假設 N乘以1的矩正 1乘以N的矩正 再和一個N乘以1的矩正 乘起來是不是就是1乘以1 就是N個元素 內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是 1的矩正先轉字 再乘上 1這個矩正 這樣可以接受 這就是Loss喔 請問一下 1矩正 是不是等於我們把XB 往這邊丟嗎 兩邊一起減掉XB 兩邊一起減掉XB 1是不是等於Y減掉XB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直接把 後面的1矩正 直接換成這個樣子 前面的1矩正 他要先 求出Y減掉XB 然後 括號 再求轉字 我們的Loss 變成了這個樣子 對不對 對 我們的Loss 變成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要求他最小值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要求 這個函數的 偏倒函數 對嗎 現在沒有偏倒啦 矩正是一起求的啦 對不對 反正我們就是要求 這個函數 B 矩正可以微分 講得非常好 當然是可以 對不對 矩正 我先問一下 矩正是不是 矩正可不可以微分 矩正可不可以微分 我們來想一下 這兩個 矩正本質上 是不是有加法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他內積是加嘛 對不對 內積 內積的最後一個步驟是加法 對不對 加法微分 加法對微分來講 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可以直接跳過它 這樣可以吧 所以其實 對矩正微分 就只要裡面 乘法的部分 微分就可以 這樣可以吧 那矩正的乘法 簡不簡單 矩正的乘法 是一個一階的乘法 就是它沒有什麼 二四方三四方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乘法 對不對 所以矩正可不可以微分 矩正微分 簡不簡單 矩正微分非常簡單啊 至少 就我們寫出來的式子 微分應該不難 你xb 你要求b的 導函數 那不就是 它只有一個係數啊 它不就是x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要求 對b 的微分 這個式對b的微分要怎麼求啊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怎麼求 好 我們現在 大家知道目標是什麼吧 我們要求矩正的微分 我們來看 求矩正的微分 是不是很難 來看著喔 我先把這個t 往裡面丟 這樣可以嗎 我先 求出 y-xb 然後再轉字 和我先全部都轉字 然後再求 這個有沒有 完全一樣 這個有完全一樣 不過我發現我這兩個方向放反 這兩個放反 這兩個要換 要反個順序 它會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先 往t往裡面丟這個 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先跟大家講喔 這個 這個我放反 y是n乘1 y是n乘1 x是n乘2 xn乘2 b是2乘1 所以你把y轉字以後 它是1乘1 所以你這邊 需要出現一個1乘2 所以我把b跟x放反 等一下 我剛才發現的 我等一下會把它修一下 我把這兩個放反 好 那我把 那我們現在 你現在就 我們先不要管他兩個放反 好不好 因為其實這不太影響結果 這兩個放反呢 那我們往下丟 這 是不是就是 a-b乘上 c-d 可以接受吧 那是不是就是 a跟 c先相乘 減掉 a乘d 然後再 減掉 b乘 c 然後再 加上 b乘d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y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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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相乘 減掉 這個 乘上y 減掉 yt 乘上xb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加上 這個 跟這個 乘在一起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當然就是 我這邊有些地方放反 就是 你 但是你只要大致上理解整個過程就可以了 我只是 有一些地方沒有放好而已 好 那 我們現在仔細看這一串方程式裡面 我們是要求 b的微分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再整合一下 這兩個 這兩個 是不是 只是 來 大家先注意一件事喔 我剛剛不是說我的b跟x放反了嗎 我的b跟x我剛剛說放反了對不對 所以 我現在 如果把b跟x 反回來的話 是不是b xy 這邊是 yxb 然後他們剛好都只差在轉字符號喔 這邊是 y不轉字 前面兩個要轉字 這邊是y轉字後面兩個不轉字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 來我們 我們看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是標準的沒有搞錯 來 y是 y轉字了以後 n乘1是不是變1乘N 1乘N的矩陣 乘上一個 n乘2的矩陣對不對 乘起來會是多少 1乘2的矩陣對不對 再乘上一個 2乘1的矩陣 所以它是一個1乘1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球過來 跟反著球 答案應該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我可以把這兩項合併 變成減2倍的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可是我還是強調 這兩個有方法 我等一下想辦法改 等一下給大家做練習題的時候 我把這兩個改掉 所以這兩項可以合併 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後面這個部分 就不動 前面這個部分也不動 來 接著我要求 b矩陣的微分 這是不是一個常數啊 這是個常數 直接去掉 對不對 這一個的微分 等一下 那我就 這是一個一階 一階的吧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就直接是 負兩倍的xty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跟大家講 我只是把b跟x放反 但是你xty 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啦 這樣可以接受啊 所以 我這一個 球 b的微分 這個是不是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2xy 2xyb 假設 b是位置 這個xy是乙之數 那球微分就直接把b去掉就好啦 因為它是一階的嘛 可以接受嗎 這一個東西球微分就等於它 可以吧 留下它的係數嘛 留下它的係數這樣可以嗎 那這一個 球微分呢 那 這邊是不是有兩個b 這邊是有兩個b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就 兩倍的 他b就在那裡b平方嘛 對不對 那我就留一個b下來 蛤 你要 你要乘起來是一樣的 這樣就可以了 你轉這個b放前面 前面這邊也要轉字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這裡 我這個b是往前移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這個b往前移了之後 我兩邊要一起捨去的時候 我要一起捨去同樣形狀 這樣可以的 所以我要捨去的是轉字的b這樣可以接受 這樣我留下的形狀才會一樣 這個b 這個b為什麼可以換位置 因為我一開始就放錯了 這樣可以嗎 欸 我一開始不是說 我這邊下來 我剛剛有發現 我剛剛就說我這邊放錯啦 我剛剛放錯了 可以接受嗎 我剛剛就放錯了 我剛剛就放錯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 還是我現在改一下 我現在改 我現在改 我現在改一下好了 我來找一下 這是第16頁吧 舉證畫運算 好我改一下 我現在馬上改 來我來找一下 我剛剛b這裡就放錯了 你們不需要看得懂 這個是我寫講義的過程 好不好來 我寫完了 來我現在重整 好我改回來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我特別提取這個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沒有問題了齁 因為後面的形狀都一樣啊 後面的形狀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齁 然後我就提出來 好 所以 來 這是我最終的結果對不對 我最終的結果長這樣 阿b會不會很難球啊 來 先把 2給去掉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把 這個東西往等式的右邊丟 所以得到這個式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 這個不好求 因為 這個 矩陣不能亂除嘛 對不對 可是 XT我可以求 XT XTX的 反矩陣 對 反矩陣乘以自己 是不是就是單位矩陣 單位矩陣乘上b 是不是就 那個單位矩陣可以直接丟掉 可以接受嗎 所以 我是不是就把一個 XTX的反矩陣丟到右邊 是不是 這個式子 推下來 b等於這個樣子 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在R元裡面要怎麼實現 矩陣的乘法 這邊有一些 呃 我先教大家一下好了 你現在假設有一個矩陣是長這樣子 轉至矩陣就是T這個函數 反矩陣用Solve這個函數 那 矩陣的乘法用%乘% 好 我直接 然後這個是 合併矩陣 好 我直接這個 我直接來 秀一下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 X跟Y 大家看一下 這是X 這是Y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用 我用簡單的一點的例子 我用剛剛這個例子 好 這是X Y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剛剛我們LM Y X 它講這樣嘛對不對 可以吧 好 我現在 我現在產生一個X矩陣 XMatrix 等於這個樣子 這個XMAT 它講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X矩陣喔 那Y矩陣 Y矩陣長這樣 Y矩陣長這樣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結果 這樣嘛對不對 來X X轉至 X轉至長這樣嘛對不對 X轉至乘上X矩陣 可以接受嗎 X轉至乘上X矩陣嘛對不對 然後-1嘛對不對 Solve 其實不用Solve 它就是五十五分之一嘛 對不對 這個你明明看得出來 可以接受嗎 乘上 X的轉至矩陣 可以接受嗎 欸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間是XMatrix 打錯了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乘起來的樣子好了 這兩個乘起來長這樣 我對他求Solve 這是他的 反矩陣 我再對他 好這次 我算到了這裡嘛對不對 我最後再乘上Y矩陣 看到答案了嗎 完全一樣對不對 所以原來 剛剛我們那個複雜式子 原來可以最後 我們最後B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大家厲害 有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是 這個 X X是可以擴展的 X我們現在來多 我們現在的X矩陣長這樣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X矩陣是不是長這樣 我們把X矩陣改成這樣好不好 來看著喔 我們這邊來個 就是 呃 2 3 7 8 2 1 好了 這樣我們的X矩陣長這樣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整個方 整個方程式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整個方程式還是可以運算對不對 我們得到的這個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的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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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請你試著 蛤 對這個是X2嘛 我加了第二個 第三個Column就是X2 所以你可不可以試著 算出這個結果 用矩陣的方式算出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那 我覺得 我是這樣想啦 就是 其實 算法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你完全沒有改變那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好了 我們先看答案 你的X matrix 長成這樣 現在只是多了一個欄位 你的Y matrix 跟剛剛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所有的Rate 那你就直接這樣解 得到的答案 就是 來99.089 0.120 負 0.1372 看其他答案 他應該是完全一樣的喔 他其實就是這樣算 這樣可以接受 好我現在 給大家 就是5分鐘 5分鐘的時間 大概稍微複習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來交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的資料集裡面 剛剛我們交線性回歸 我們要求我們的 Y 是連續變相 這個沒有問題 剛剛我們在求解的時候 所有的X都是連續變相 可是實際上 X是可以放類別變相 那怎麼放咧 因為 就是 你需要把類別變相 編碼成0跟1 舉例來說 以LVD來講 LVD等於0 就代表他沒有疾病 對不對 LVD等於1 就代表他有疾病 這樣子直接丟到線性回歸裡面 他是合法的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AMI AMI是 它有 STEMINONSTEMINONTAMI 總共三個類別 我們先直接丟到線性回歸裡面 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直接給我們四個係數 為什麼會這樣咧 這個方程式的解讀 是要長成這樣 RATE等於 結局 減掉一個數字乘上H 再加上12.4 乘於LVD 所以 有LVD的人 心跳會變快 對不對 按照這個方程式的話 看起來是這樣 For equation 2 的話 AMI等於NONSTEMIN 他就需要-9 AMI等於STEMIN 他就要-6.9 那如果AMI是NOT SAMI呢 這兩項都不要 這兩項都不要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如果對於一個有K個類別的 類別變相 他需要轉換成 K-1個0到1 K-1個0到1 我這邊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假設大家聽得懂 我現在在說什麼 這個會加分的問題喔 如果你只能夠用0跟1編碼 你只能使用0或1編碼 那4個類別 他看起來是可以 用2個 2組0跟1 就把4個類別把它編碼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3個 而不是用2個咧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今天 我現在都已經告訴你 我決定要用0跟1來編碼 對不對 要嘛就0 要嘛就1 那 對於 這個 兩個類別沒有問題 因為兩個類別 他至少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0跟1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對不對 對於三個類別 他就是 看起來就是00 10 或者是01 對不對 那對於四個類別的 變相來講 他不是應該可以編碼成 00 10 01 11嗎 為什麼我要把它編碼成 000 100 010 001 為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 有 好請講 這個 這個同學覺得他只是0.5分嗎 還是 我們還是給0.5分好了 好不好 來 有沒有人要講 有沒有人要講些話了 沒有人想的到 為什麼 沒有人想的到 永恩 永恩 你要不要講的話 好 好 你講的好 好 那就可以了 我看你是講不太出來啦 我剛剛這個問題 大家 來 大家現在 我點出這個問題以後 我想要教大家思考的是 凡事不是 本來就長這樣了 不是這樣了 是有原因的 來我跟你們講大家原因是什麼 今天 如果我寫出一個方程式 如果我今天有四個類別 我們就是要 A類 B類 C類 D類 就是四個類別這樣子 然後我把它編碼成 就是 我把它編碼成 00 100 011 那我寫出一個方程式 因為我把它變成0跟1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丟進先行回歸 丟進那個矩陣式裡面去做運算 對不對 我一定會得到兩個係數對不對 因為我把 原本一個四個類別的變數 變成了兩個 兩個 兩組0跟1 對不對 我是不是就會得到兩個參數 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參數的意思 這個參數的意思 現在這個 你眼前看到-9.15 這個參數的意思是 那 Nonstemic比上 NOT AMI 它少了 心跳少了 9.15 下 可以接受嗎 當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知道 等 我們 E0 我們的00 就是 A組 對不對 E0就是 B組 對不對 所以B組比上A組 的差異就是 我們現在就叫它BETA1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BETA2就是 C組比上A組的差異對不對 那這樣 請問一下 D組的差異 是不是 D組跟A組的差異 它是不是被強迫 或 等於 A組和 B組的差異 加上 A組和 C組的差異 如果你只用兩個 兩組 0跟1 去描述 這個 描述這個 就是 一個四個類別的 類別變相的話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D組的答案 D組的答案不知道為什麼就被決定 如果你只用兩組0跟1 去描述一個四個類別的類別變相的時候 它不知道為什麼就決定 所以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 不是說 這種方式不是說不能這樣用 是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不能這樣用 注意我剛剛講的前提 不是不能用 兩組0跟1 表達四個類別 是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不能這樣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線性回歸 所以不行這樣可以嗎 不行的原因是我剛剛講的那件事 一旦你這麼做了 那 你相當於指定了一個D跟VC的觀點性 這樣都會是嗎 你認為第四個組別 跟第一個組別的差異 就是 第一 1跟2的差異 加上 3跟1的差異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 這個不是技術上不允許 不是不能這樣別碼 是線性回歸不行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 實際上 就是 我們 如果我們產生一個AME1 它就是0跟1 然後AME2 它就是0跟1的話 實際上 我們算出來的答案會一模一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也不用 用什麼指針式求解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X跟Y長 是什麼樣子 欸 哦AME1我要先求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跟Y長 是什麼樣子 我們看這個X 大家看到這個X矩正 它是 這個False就代表 False就是0 True就是1 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Stami的Case 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 Not AMI的Case 這是一個 NonStami的Case 我們把它變成矩正以後 我們把它變成矩正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X矩正 Y矩正 它就是 長成這個樣子 Y矩正 它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剛剛我們 求得 數學求得 那個 矩正 求那個Beta Matrix的那個 解法 我們就可以直接得到我們的Beta 我們得到的答案應該會跟你直接用LM 得到那個函數得到的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 我今天 在今天上課我都上到這裡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強調的 其中 最後那個小節 虛擬變數 那只是一個技巧 那不是數學 那是一個技巧 至於為什麼要設計成那個樣子 當然只有它原名的 但是其實還有其他編碼方式 但是我 最常見的編碼方式 就是我剛剛講的樣子 好 那我們 終於接觸到 這門 就是 這個學習 課程部分 數學部分 那 那 線性回歸 看起來好像高中教過了 實際上 就是 實際上它似乎沒有 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那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對後面的課程感到害怕 但是 如果你是對矩陣的部分感到害怕 那你不用太害怕 因為矩陣後面不會再遇到 欸等一下會 不會再遇到 對不會再遇到 那 如果你是對微分的部分感到害怕 那很遺憾 會一直遇到 但現在好像也不能退選 所以來不太急 如果你對聯力方程式感到害怕的話 那不用太害怕 因為後面不太需要解聯力方程式 好 那 我教大家這些數學原理 其實你會發現的是 即使你不會數學原理 這個 你透過 阿語言 他還是能解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我教大家數學原理 重點 並不是 真的要大家會輕手算 現在這個時代 你用 缺德GT 用得好好的 以後 我們要學習的就是 如何 在缺德GT 的輔助之下 寫出一篇文章 而 從憑空寫出一篇文章 在實際 未來 工作的時候 大概十之八九 是沒有什麼 太大意義的 你如果 能夠用缺德GT 的輔助之下 寫出一篇文章 會比你自己寫 來得更好 那我應該是鼓勵大家用缺德GT 你不能說現在已經有瓦斯爐了 你還在學習鑽木取火 對不對 大家可以理解這種感覺 所以 即使你不懂數學原理 因為現在大家這個函數都已經寫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做機器學習 做人工智慧模型 並不用真的完全理解 所有的數學原理 可是理解數學原理 有沒有什麼好處 有啦 後面你在看那些 你在看為什麼這個方法 這個可以經過一些擴展 就變成另外一個方法 你懂數學原理 這個會加分 但是如果你只是都是要 應用別人做出來的東西 那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好 所以我現在在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這些 如果你前面的數學完全聽不懂 包括你後面的數學也聽不懂 我們後面的數學 後面所有的課 講數學原理的過程 我們會講 在R元裡面的函數怎麼應用 你真的聽不懂數學的部分 你就學會如何應用 這樣就可以了 你的期末作業就交得出來了 你就可以見出一個機器學型模型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了